謝謝收睇收睇頻道 我們回來了 講七個人的故事 JPEX加密貨幣騙局涉案的人有七個 起碼七個 未來會更多 以前我看過Ocean 7 Hong Kong 7 JPEX 7 現在有7 有七人 這七人究竟是甚麼人 每個人 那些烏鷹 我們上一節說的 烏鷹就是這些人 這些烏鷹 你要做男 可以做王 給錢就行了 這班人要的就是錢 所以這班烏鷹 一定到最後 王給不到錢 一定挨勞 JPEX加密貨幣騙局涉案的人一 臨作 秋水王臨作 在七月曾經公開發表 已經申請成為JPEX合夥人 又曾經自爆其中一筆收入高達74萬 後來 JPEX事件爆出之後 林作隨即宣布和JPEX割席 又說自己是受害者 後來有人更加爆出 林作曾經叫苦主不要報警 聲稱自己可以幫助 直至林作昨天被捕 其中中環娛樂行的 林作炒幣兌換店 被搜出大量現金 即是說到底這班是一班騙子 騙子 第二個 陳怡 同日 警方去到尖沙咀的 Ciltek 陳大怡加密貨幣找換店 搜查並且拘捕陳怡 出事前陳怡曾經開直播大罵證監會 他說其實證監會是捉自身 是證監會 你竟然 當什麼JPEX 你不是小學雞 是什麼 你不是爛仔 是什麼 你這班打手 小心 有報應 就覺得是打手 報應 小學雞 爛仔 即是說他們大罵證監會 那我看看他們的結果是什麼 這兩個被捕了 OK 跟著那些沒有被捕 No.3 是逃亡的 OK 莊斯敏 莊斯敏自爆自己的苦處之一 你記住 編徒手法層出不窮 下落去幾招 當你騙完人 被人捕破的時候 第一 哎 我自己都是受害者來的 第二招 我只是答應做代言人 我不是合夥人 我不是編徒集團之一 我只是代言人 不關我的事 第三 就是一切交給司法處理 我不用評論了 無論幾招 編徒手法層出不窮 匯避責任手法就是那幾件事 莊斯敏自爆自己的苦處之一 說損失投資達六位數 損手難腳 他說 由於 他自己離開了香港 去了大馬 他不方便 去再說話 因為他不在香港 所以不方便說 喂 我不是香港 我在美國 英國 加拿大 那時候去跟別人見面 我都每天做節目 我為什麼不方便說 有什麼離開了香港 不方便說的地方 啊 又說進入法律程序 而沒有透露詳情 各位 莊斯敏 你是未被逮捕 你是未被逮捕 你為什麼要 進入法律程序 他沒有告過你 案件進入法律程序 你不會被拘捕 莊斯敏你是逃了老 沒有透露詳情 身處大馬 表示回港之後 配合調查 即是找日請你喝茶 找日請你喝茶 先找日 No.4 厲害了 張智琳 圓靚靚的老公 張智琳呢 就是曾經為JPEX拍廣告的 JPEX也捲淫事件之中 張智琳經理人明年澄清 張智琳並沒有參與任何投資 他沒有去投資 意思是他沒有被騙的意思 但沒有說他是騙徒 或者幫助騙徒 他強調 在去年拍完廣告之後 有書面通知JPEX 如果未能夠取得牌照 就不能夠使用他的肖像去宣傳 因此會保留追究權利 這個厲害 騙徒騙完之後 還要突然之間彈出去 受害者的一方 然後說 我要告你保留追溯權利 就是馬上撕毀 你是幫這個JPEX 集團騙人 黨鐵也是 貼光了出來幫黨鐵 Aiding and Betting 去騙一般的投資者 10億 數以千計投資者 10億港元 那你張智能 你沒有幫過JPEX 你都沒有辦法否認 他說未能取得牌照 就不能使用肖像宣傳 各位 由day one都沒有牌照 到現在都沒有牌照 但是呢 你說這些沒用 你幫他拍廣告 你幫一個沒拿到執照的人拍廣告 然後你說 別人給一個執照給你看 喂 你不懂得上網去SFC的網站查嗎 執照 喂 我給了一張偽造文件給你們就相信了 那搞法你不需要做律師了 不需要做生意了 不是白痴 不是白痴 邪惡 頓恥無窮 第五個 風水大師 陳定邦 嘩這個有趣 我都未 麥寧寧的都包括在內 可能第八個有他 麥寧寧 陳定邦 嘩現在呢 講完 我沒有說他行的 我沒有說他好的 麥寧寧呢 怎樣都好 他呢 就是有份參與宣傳 亦都被網民墜擊 麥寧寧呢 就to a less extent 他就臨作找他 哎 你看看風水那些東西 哎 你那個麥寧寧 只不過是風水好 啊 但是你間房間有點差 但是風水可以的 爹 爹 JPEG 但是你間房間呢 衝水撿一撿他 風水佬騙你十年八年 都沒有 風水佬你十天八天 馬上被人捅捅 風水大師陳定邦 有份參與宣傳 亦被網民墜擊 不過陳定邦 這個風水大師的最醒 不回應 沉潛 這個最醒那個 講多錯多 沒有回應 就沒有三筆 沒有網路的流量 就不會講你 但我會再講多一次 風水大師陳定邦 是JPEG 加密貨幣騙局涉案藝人第五號 他如常使用社交媒體 什麼事都沒有 六 Mario Cadero 肥媽 肥媽曾經為這個 加密貨幣教育學院 CryptoPod 加密砲 拍片 捲入事件 你幫我宣傳過 他回應說自己和JPEG 沒有關係 亦都不知 爪玩店和JPEG有關 強調 自己只是叫人家上學 我叫人上學 我沒有叫過人買東西 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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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學是要給學費的 OK 你不上學 你不給學費怎麼上學呢 你有沒有看同學威龍 上學要不要交學費 當然要 生意 對嗎 喂 肥媽 你叫人上學 或者買東西 我叫人上學 我沒有叫過人買東西 然後自己要報平安 他跟別人去外面 花天走地 然後拍張照 證明自己肥媽 Still OK Not yet Arrested 我覺得肥媽 哪個時候落禍 我們很希望 看到這個Cryptopart 加密炮 全港首間加密貨幣教育學院 加密貨幣教育學院 我叫人上學 我沒有叫人買東西 喂 這些全部都是 他搞教育學院 就是要拿一堆人進來 你可以開補習班 拿一堆人進來 希望推銷這些產品給他 你不知肥媽 我也知道 天徒手法層出不窮 來來去去 都是那種 這些做法 你不知肥媽 肥媽 是嗎 所以這些東西 都會卡在圖 人家知道 你刪帖都沒有用 OK 好了 肥貓之後 第七 不是007 也不是009 是陳靈靈 台灣人 台灣代言人陳靈靈經理人回應 陳靈靈和JPEG雙方 早已在2023年7月底結束合作 相關數字已經通知了 在緩衝期內 儘速下架 而陳靈靈本人也要分享 這個限時動態 表示自己想幫忙 但聯繫不到JPEG相關人士 強調會全力配合相關單位調查 當然 你在台灣不入香港 什麼事都沒有 那便繼續去台灣的風流快會 這些人 代言人也好 我管他是過失還是故意 是疏忽還是故意 其實全部都是有法律責任 因為你連最基本的調查 就是這個JPEG 需不需要拿牌 是否合法機構 你都沒有製造到 那你說 怪得是誰呢 是嗎 你看一下這個 我最近在網上Facebook 改一首歌 張智琳一首叫 竹君豪 唱幾句給大家聽 不喜歡可以馬上停下去 張智琳竹君豪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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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恩 話 都 不說 但信 陳 以 粗口道別 請 祈求我 不想跟你同流血 抄買過賺夠補血 肥媽 肥媽落光告 伴我陪正監母 願離去 臨作夢會與美金等同上路 期望著醋 被市民造 只望停在遠處 逐棍按號 多想說粗口 爆肚 現在張智琳 我不知道他 他和袁詠儀 捱著中國共產黨賺了很多錢 繼續捱下去 不要緊 賠滿賠滿 Happy Happy 不要緊 Happy Happy 但 真的要對你 你後台不硬 沒有人補你的話 或者別人補你 但賣一次人情給你這麼多時候 再一次你就玩完了 所以我說了 張智琳 惡人自有惡人磨 奴才自有奴隸主 去磨爛你 磨平你 你只是一個人框 你只是一個狗菜 你只是一個乞意 光光鮮鮮有名的乞意 這個事情不看 所以說了 多行不宜 必自弊 看路 未來會更多 Ocean 7 會拍Ocean 11 12 13 Whatever 香港這班JPAC 會愈來愈多人磨獲 我們覺得呢 在場邊剝花生 看著惡人 怎樣看惡惡人 是一件賞心律事 是不是 裡面牽涉到的東西 是怎樣 我們可能找一節 我們明天找一節 可以講講 林作是個什麼的人 我希望用這件事 給大家看得到 是什麼的一回事 去到今時今日 我記得 有些 我不改名 KOL 又說我同行雙兄 有些KOL 就不斷地 起碼我講兩個 大家自己去 最後自己去查一查 一個 就是 對於JPAC的事 基本上幫我做宣傳 OK 訪問有關的人 幫我做宣傳 之後 這件事出了之後 馬上把他以前 所拍過的片 下架 下架不是錯的 但是欠的是什麼 欠的是一句真誠的道歉 道歉當你吃生菜 你要不要道歉 道歉給你看 這些不是這樣做事 真誠的道歉 每個人都會犯錯 每個人都會押錯住 信錯人 講錯話 我只是一個很簡單的要求 不需要你賠錢 道歉 真誠的道歉 第二個 在 大概四年前 他寫了一篇 post 裡面有幾句話 就是評論臨作的 我講這三句給大家聽 我屬於好派那一小撮人 我肯了解這種精英的龐王 我會全力投資他成為首相 如果他是英國人 我會全力投資他成為首相 我不開名說 我只是說 你欠的 是一個真誠的道歉 不是的話 不是的話 有blockchain的 有網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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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有一定的道德 錯是不要緊 錯就要認 打就要站定 這些事 我不開名說 我希望你道歉 全部這些人 欠的是一個真誠的道歉 不是道歉 是真誠的道歉 OK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我從來沒有支持過這些人 我寧願不評論這些人 我當然知道臨載什麼碎 但我不會評論這些人 但今時今晚一定要評論 為什麼呢 很多苦處出現 是香港的危機 記住 港府想來這個地方 拿分 我就是 種了一種剝花心的態度 看看他們怎麼搞 好玩 所有在藍絲群組裡面的人 個個其實都應該 人人致危 個個都分分鐘落獲 我們看看 未來怎麼清算這些人 OK 下一次再講其他議題